大量泥沙淤積 一滴水都没有 不说恐怕没人认得出来 这里就是如今的增稳水库 也是全国蓄水量最大水库 每当抗旱关键时刻 总会受到最大关切 很热 这里是水库北面 走路歪歪斜斜 是因为水库内 大片面积已经长出草 底下土壤还相当湿滑 之前刚下过雨 不过雨量不足以解决干旱危机 水库蓄水率目前仅存9.7% 只剩水库南面水量偏多 平时会到增稳水库在水 做周遭滤化 工程人员都开始想招 现在这里抽到 如果这里没水的话 我们就会再去别的地方找水 你们要去哪里找 去哪里找 应该是在往里面吧 深山里面吧 因为原先总容量 多达7亿地方公尺 增稳水库 如今像座高尔夫球场 水利鼠也展开行动 将整体水库出水量降到最低 就从4月20号开始 台南每月1000度以上非工业用水户 像游泳池 洗车 三温暖 跟水疗业者 节水率要拉抬到15% 一般民生供水则是夜间10点 到隔天早上6点减压 还有在台南设农作临时取水点 要解决农民燃眉之急 从民间地方到中央 共同解决缺水难题 我们对于再生水 以及海淡水的投资是不够的 现在的情形是 你要盖新的水库 其实很多的民众都会一直在反弹 因为他的土地就没办法好好的使用 所以既然不能盖水库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的用水 从增稳水库看起 过滤回收排掉废水 以及将台湾优势海水资源淡化 已经启动布局 由于过去台湾水资源 很少长时间缺乏 百年大旱抗旱季时 是全民共同应变 八大新闻女区张黑 南部组报道 来看看民生用水都必须要减压 大量用水 或用水也得要减量 当然最重要的 提到的就是灌溉作物的部分 也必须要限缩 因为来看看增稳水库 真的就只剩下9.7%的蓄水量了 那么这时候呢 在增稳溪周遭的果农 正为此受灾 我们前往当地的时候呢 当地的果农就透露心声 说他们真的好久好久 没有水可以灌溉了 那么当地主要生产呢 是芒果 羊桃 百香果 通通受到冲击 其中一个原因还包括了 过去这三年 中央也想要提高增稳水库的库容 以便在下雨的时候 能够提高储水的效益 但这清淤的工作 清下来的淤泥 全部就倒到了增稳溪上面 使得农民想要直接从增稳溪 取水灌溉都不可得 从高处府看 农作物整片了无生机 比如芭乐 大量叶子已经枯黄 台南照心里 逃不过干旱 剧烈冲击 你看 要死去 墓碑的果 很多芭乐都像这样 因为没水 你看 真气 果农眼睁睁看着自家农作物 全可死 从原本三天喝一次水 到现在破两个月 没浇水 没来照顾了 都直接放弃 说这里也是台湾爱闻芒果 外销日韩主要产地 但都没人愿意帮他们 直到现在公开新生 早起来比较早起来 比较早起来 吞下去 比较一坤 两坤 前村长回忆起过去 其实在这永新吊桥下 原本有增闻溪水 双边作物都靠取溪水灌溉 就不明白为何约两年前 开始有人会来倒泥沙 现在溪水都成土地 我们这些人 在生活比较早 我们可以 在农业时间 去釣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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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不是 你才能够变一变 如今百年大旱似乎重演 破百味农民没水灌溉 生活难过 河川局回应 事情确实发生自2021年 由于改善增稳水库 供水状况 一大策略是增加酷融 便开始水利排沙 抽泥跟渡蛙 像今年目标 是655万立方公尺 但问题在于 庞大淤泥去化相当困难 因此经过评估 最经济方式 是站置淤泥 在曾文西下游 两三百公尺处 也就是照星里 相信只要有大水来 淤泥就会自然冲散 回归大海 干旱大时代下必有牺牲 也有了需要被看见的工程 八大新闻 您去张凯 南部唱报道